觀眾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就是大逢甲商圈這邊 這邊是台中最熱鬧的地方喔 裡面呢 就是我們最熱鬧的逢甲夜市了 那這邊來講的話 所有吃的 喝的 玩的 在這裡全都應有盡有 而且都非常的便宜喔 現在 就讓我這個美食搜查員帶你們去一探究竟吧 走 跟著人群的腳步 我們的美食特殊員深入逢甲夜市 奇怪 傳說中的Bobby到底在哪裡呢 不過實話說的好 陸在嘴中 我們特派員就要發揮他最厲害的問自覺 趕緊找個路人來問一下吧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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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這裡面 逢甲夜市啊 有一個最有名的氣死蠻祖在哪邊啊 喔 就在那邊 那邊 在那邊是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 前面這大排長翁隊伍 難道就是我們要找的Bobby嗎 嗯 站在這兒就聞到那陣陣濃郁的起司香味 就知道我們沒有找錯啦 真正是天公北有Bobby喔 小姐妳好喔 妳好 妳好 妳是第一次來買這個嗎 對 我第一次來喔 第一次來喔 對 第一次來台灣 第一次來台灣 今天口音不像是台灣 今天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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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住哪邊 蛤 住哪邊 蛤 住新加坡 住新加坡來到台灣 特別來逢甲夜市的 對 那怎麼會特別選這家店呢 因為導遊介紹我們來這邊 導遊介紹的 導遊介紹的 看到沒 連導遊介紹來這裡買了 對 是買了吃香 所以你是常客囉 剛剛來 有來就是來買香 通常的話你都是買什麼口味比較多呢 豪華綜合起司 綜合起司 綜合起司 對 豪華 因為它其他料都加了很多啊 然後起司都是滿到 會滿出來那樣 然後它外皮也有弄過 不會說其他馬鈴薯 那個皮都是還要弄開再吃 還是可以直接吃下去 吃起來口感怎麼樣呢 它的氣質非常的濃郁很香 尤其是馬鈴薯的味道 我非常喜歡這種味道 然後它還有其他料也非常的多這樣 哇 果然是大玩滿意 哈哈 看來這家店的生意真的很不錯喔 讓我也很想去試試看看 我們的東西新鮮又好吃 所以其實來吃過的人 他都有路過的會再回購就對了 因為我看你們的口味很多對不對 對 那讓我忍不住想要來點一份 我想要來一個海陸送和起司 好啊 沒問題啊 哇 看到那麼多料真的是 太幸福了 謝謝 我已經忍不住要來這邊來吃吃看看喔 這起司 這是我們的蝦子喔 哇 很像在吃喝那個玉米濃湯耶 真的很濃耶 濃濃的起司 而且還有蔬菜 果然是料多實在 我不行了 我要趕快把它吃完 觀眾朋友有機會的話你們要來這邊吃看喔 逢甲夜市最有名的 戲子蠻族 接下來我們美食特派員 還有最後一項的任務 就是要尋找逢甲夜市中最有人氣的亮妞 路上亮妞這麼多 到底是哪一個呢 咦 怎麼找不到呢 難道我們的情報有錯誤嗎 喔 原來亮妞是這樣子啊 這就是亮妞的如山珍面目啦 今天怎麼有空來這邊 因為 沒客啊 沒客 所以就過來逛一下 所以這邊常來這邊嗎 逢甲夜市 對啊常來啊 招牌 招牌鮭魚喔 這是他們的真的是他們招牌喔 等一下可以試吃看看很好吃 看到這飯園烤得粒粒分明 在淋上特聊的醬汁 看得令人食肢大動啊 還蠻好吃的欸 就 有那個鮭魚就可以吃到鮭魚的味道 然後還有飯糰上面那種醬 就吃起來還蠻香的 就還蠻入味的 那你覺得這個烤的飯糰 跟一般的飯糰差別在哪邊 一般的飯糰就是 它不會把那些東西炒在裡面 然後就吃那白飯就覺得好無聊 就是白飯 然後試著就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每一口都有味道這樣子 你點了什麼口味呢 我點椒鹽雞柳 椒鹽雞柳 為什麼點這個口味呢 因為它這個雞柳很嫩啊 很好吃 可是它有點辣 有點辣 因為我本身都還蠻辣的 蠻辣的 蠻辣超好吃的 所以是有點辣辣的口感這樣子 這是你特別喜歡的口味 對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那它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 醬汁很濃 然後 內餡的牛肉也很多 對 所以愛不釋手 好吃 老闆娘 你們的飯糰是用烤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一般的飯糰差別在哪邊 我們一般飯糰差別在於說 我們是用白米去做成的 因為一般的飯糰都是用糯米 那我們為了提倡健康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用白米去製作而成 那再經過烘烤的方式 然後再下去做一個呈現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也會去詢問客人 他是要外帶啊 還是邊走邊吃 然後再去做一個酥度的調整 那希望可以呈現給客人 是一般有別於一般 就是飯糰的口感 因為我們是酥脆的外感 外成的口感 然後裡面一樣保有米飯的Q軟這樣 對啊 對啊 而且在鳳甲這邊 其實競爭還蠻強啊 就加上說我們是唯一的一間烤飯園 所以其實在就是特別度的話 我相信一定可以在鳳甲這邊 就是有一個不一樣的表現 那所以希望說大家來鳳甲 一定要來吃我們的烤飯園 然後給你們不一樣的口感上的呈現這樣 所以各位觀眾來到我們的鳳甲夜市 一定要來吃我們的亮溜飯園喔 我們到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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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達了